台媒,范冰冰不会晒了习近平亲力彻查已锁定200明星,中共彻查明星逃税。据指出中国影后范冰冰,日前遭有关单位留置约谈后,目前已经获释,但她遭到限制出境与居住。 中央设档案照片,3日知情人士引述中共中央宣传部高层消息指出,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已下令彻查明星逃税,当局第一波锁定片酬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,以上的明星近200人,目前已展开约谈调查。 据指出中国影后范冰冰,日前遭有关单位留置约谈后,目前已经获释,但她遭到限制出境与居住范冰冰的经纪人穆小光,已经被捕,目前还在牢中,当局已完全掌握逃漏税的情势范冰冰,这次深陷风暴应该不会善了。 知情人士引述中共中央宣传部高层消息指出,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已下令彻查明星逃税,根据确切消息,第一波,被锁定调查的近200名影视明星,中,还有多名台湾演员,包含赵又廷左起,阮京天,彭于燕等人中央设档案照片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 根据确切消息,第一波,被锁定调查的近200名影视明星中,还有多名台湾演员,在大陆具有天王级片酬的彭于燕,霍建华,赵又廷,阮京天等人入列。 由于台湾艺人在大陆赚钱要弄回台湾多半管道不尽合法合规,可能更经不起扎辅从中国大陆回国,的一名台湾资深影视人士,今天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做上述表示, 由于这波中国影视宣逃税风暴,台湾野兽牵动它不愿公开身份。 这名知情人士日前曾与中宣布,国家广电总局商讨县筹令,对台31条等与台湾影视业相关政策的问题。 中共中宣部,中国文化和旅游部,国家税务总局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,国家电影局6月27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等问题的治理,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,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。 中共早在去年9月22日,急颁布宪酬令但由于亲联甚广有关当局此前并未落实,知情人士引述中宣布高层消息指出,由于大陆名嘴崔永元爆料范冰冰有阴阳合同涉及巨额逃税,引发大陆社会震撼与关系,并惊动中南海习近平,为此亲自下令彻查。 才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,展开行动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他指出,因为中国明星片酬涨到天价,造成业者必须寻找资金从而形成上市公司,制作公司对赌的漏归上市公司,提供拍片资金但要求制作公司拿不动产,公司抵押为求作品卖作,拿到高收视率,造成大陆影视圈买票房,收视率的歪风, 且已形成行规知情人士,指出,此前大陆某部电影传出票房造假。 根据他了解,该电影虽然账面卖作超过人民币一,三亿元但实际票房不到八亿其他都是用买的。 甚至还有早场爆满但实际,戏院没办人的离谱现象他说,这就是为了要营造虚假高票房,让相关公司的股票得以狂涨骗取投资大众的钱一部慢作电影。 真正赚大钱是来自股市获利,可超过票房十倍知情人士,指出中共当局出手整治。 一方面适应事业与长民生活息息相关当局不能做事如此歪风助长。 另一方面更要稳定金融,不容非手炒作股市,造成股民损失。 他说大陆盛行买票房,收市率此前台湾业者根本难有机会切入中共当局,现在整治影事业歪风,长远看对台湾是好事。